106年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 拳擊來到最後一天賽程 所有量級已在今日分出勝負 台灣體大女子選手 由54公斤級的吳淑芬 以及46公斤級的林李維仙出戰決賽 兩人接五獎牌入袋 54公斤吳淑芬她表現得很好 因為她對手也是 對手她也是世界杯的金牌 她也是亞運的國手 那淑芬她這次表現得可圈可點 維仙的話覺得她沒有把她 平常的訓練表現表現出來 太過謹慎放不開 如果她能夠再放開一點的話 我相信她也是冠軍 選手吳淑芬因對手身高優勢 以0比5落敗 原本預期奪金機會高的林李維仙 則因心理狀態不佳 同樣以0比5落敗 兩量級因選手人數關係 只頒發金牌 好想哭 就是因為就是給自己 設的那個 期望太大 沒有達到目標就覺得說 就是很難過 因為其實我 我自己覺得說我自己是 可以把這個金牌拿起來 可是就是因為 自己賽前想太多 就沒有達到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也沒有做到教練他們想要的目標 雖然今年無法延續去年的好成績 但台灣體大拳擊隊不氣餒 選手也誓言明年再戰全大運 記者黃宇軒 胡陽鑫 馬玉龍 台北報導 我們在這裏 說明不夠的 希望能夠 讓我可以保存在那裏 我們來賺到 谢谢大家